A过盘整的一天,尾盘却跳水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市场 今天互生两市总体是一个盘整到跳水 尤其是尾盘下午两点之后 两市集体跳水 大盘收跌,冲业板,微幅收红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天市场当中 两市的成交量是出现的放大 比起昨天是放大了七八百亿 比起昨天是放大了七百亿左右 另外的话就是北向之境仍然在大局买入 今天近买入超过五十亿 而且我们可以看见在今天大盘午后跳水的时候 北向之境却在大局的买入 那么这一点使得我们对于后市行情多了一点展望 那么接下来行情会怎么走 这里的话我们来看一下上证指数的日线图 对于上证指数我们前面已经讲到过 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头肩底的底部结构 而且在近期做了一个突破回踩 虽然说今天全天都在震荡调整 但是我们可以发现目前是在颈线之上 当下方还有一个缺口支撑 而且今天K线的波动范围主要在昨天K线范围之内 那么也说明今天这个震荡调整实际上是一个良性调整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从周二收出大阳线到现在调整的三个交易式 那么这三个交易式我们可以看见下方重心结构 却是在稳步向上 那么这个时候再度出向阳线去突破 这种概率就非常大 而且我们可以看见短期下降趋势线已经下降到3150下方 那么这个位置如果说出现一根中阳线突破的话 那么这个位置将会打开接下来的反弹空间 而且大盘费尽心思做了一个日线级别的头肩顶 那么大概率不会就此停下脚步 所以对于接下来的行情 我个人的观点是坚定看反弹 而且周线级别上2863和2885 也是形成了一个周线级别的双顶 这说明大盘在三天的下方已经寻到了底部 目前来讲的话就是震荡向上的行情 好这是上证指数的一个观点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创业版 目前来讲的话创业版的走势相较于大盘总体较弱 不过我们可以看见目前没有再去创新低 目前我们可以发现 创业版的50线10线20线和30线在逐步的收拢 那么这个位置很明显它是在运量突破 短期上方设置于60线的压制 但是近段时间基本上都在60线附近 进行一个横盘整当 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蓄力突破 所以目前来讲的话 不管是从上证指数还是从创业版 我们来看的话都可以发现 大盘都在蓄力做突破 所以这个时候我个人认为 接下来互生两次出现大阳线突破 将是一个大盘率实现 好这是对于指数方面的一个观点 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板块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两大热点板块 其中第一个是教育板块 今天教育板块再度出现了放量大涨 不过我们可以发现 今天成交量是一个巨量 比起昨天放量了接近一倍 而且今天教育板块大涨之后 其高点进入到前期高点范围之内 那么这个时候也将临近套牢盘的一个抛压 因此对于教育板块今天上涨之后 个人认为接下来会有分化调整 好我们再看一下第二个热点 新冠治疗 今天抗疫概念继续迎来爆发 我们可以看见低点五日线形成的支撑 而且全天总是相对稳健 目前来讲的话 疫情仍在反复 抗疫概念大概率还会继续发酵 而且经历了前几天的一个震荡整理 那么接下来抗疫概念展开第三波反弹 将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所以对于抗疫概念股 目前我们主要是持股待涨 好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主要板块 首先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券商板块 对于券商板块 昨天回财五字线抽 展开反弹 今天又出现了一个低开 然后回落 再度回踩到五字线 那么这种阴阳交替的走势 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洗盘 因为目前来讲的话 证券板块是处于前期套路盘区间之类 所以这个位置需要反复的整档整理 来谋求突破 而五字线是一个主要的支撑位 我们再看证券板块的下方 目前十字均线正在逐步的上移 即将和半连线形成金差 那么随着实现和半连线的金差将会形成重要支撑 而且等待实现的一个上移 将会对于券商板块形成一个重要的支撑 因此对于证券板块 短期之类主要就是一个区间震荡吸盘 然后某些突破 而且重心结构在不断的上移 好我们再看下一个板块 下一个板块我们主要说一下风电 今天风电板块在盘中表现还是相对强势 不过尾盘也跟随盘面出现了跳水 最终收出了一个十字心 这个十字心有一点变盘的意思 我们甚至可以发现目前风电 包括光伏板块也是一样 都是在锦线位附近进一个震荡整理 而总体的重心结构却在不断的上移 那么随着近期连续的震荡整理 这个位置也将临近突破 而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盘中是出现了很多机器的因素 比如风电板块当中出现了涨停板 而且出现了营的放量 因此对于接下来风电板块 个人认为即将迎来大阳线突破 好我们再看下一个板块 半导体 半导体板块昨天跟随信创板块出现了一个上涨 但是我们可以发现上涨的高点 属于前期套牢盘的高点 那么这个位置大概率会涨来调整 而且昨天半导体板块是拉到尾盘 所以在昨天直播的时候 我们也告诉大家 这个位置今天早上需要风高去落袋 那么目前来讲的话 半导体板块是出现了震荡调整 而且回踩的幅度相对较大 我们可以等待下方回踩实线附近 但也是前期套牢盘区域的低点附近再去低吸 好我们再看下一个板块 信创板块 在今天信创板块5后出现跳水 而且跳水幅度非常大 这里的话我们来总体回顾一下前面的走势 在11月11日 信创板块也是出现了一个高位的跳水 而且放量 今天又是一个高位的跳水放量 但是总体走势我们可以看见还在50线上 在50线上 那么说明信创板块行情还没有结束 而出现这种高位跳水 而且是放量的跳水 说明信创板块在出货 那么这种走势我们的理解就是边拉边出 那么总体它就是一个拉高又多 所以对于信创板块还是要保持适当的谨慎 好今天的复盘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发高的朋友记得点赞加关注 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评论区见